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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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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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方已经有队友存在 我决定从右边开始进行推进的动作 这时我可能是太兴奋的关系 一不小心扣一下扳机了 在一路推进到掩体后面之后 我缓缓地蹲起身子来 就看到一个盾牌在前面 顺利的击杀掉那个盾牌之后 我便去观察左侧的状况 但当下我并没有观察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直到这个阵亡的盾牌玩家蹲下之后 我突然注意到那边也有第二个盾牌存在 然后他突然开始探头出来了 这本来应该数得击杀的最佳时机 天晓得就能打到木板的最上侧边缘了 在那之后就没有看到他探出头过来了 那在经过43秒之后 队友成功的集中VIP 就这样子这场结束了 好的第二场正式开始了 这场我依旧是见面VIP的那一方 一样在北边出身 并跟第一场一样往中间移动 不过这场很快就有了变化 CQB接敌了吗 OK 接敌接敌 收到了消息以后 我马上就开始往CQB前进 在这个室内CQB绕了一小圈之后 我决定暂时定居在这里 接着往外一探出去 我就看到了可能在晃动的东西 不夹四手的开了好几枪之后 一退回掩体 就跟队友发生了碰撞 再还有刹了一下 在那之后我很快就转移阵地 那我目前的位置就在这里了 这个时候已经经过了4分又23秒 但是完全看不到人的关系 我决定转移位置到中央区 中央这个位置可以说是相当的和平 接着我们就看到一个队友 慢慢的往前面走过去 然后一屁股坐下来 妈咧 你看那个太夸张了 干这太夸张了 你这趟他在羞辱谁啊你 就上头了 拽了中就上头了 你那边打 好孩子不要乱学啊 那在4分27秒之后 我转移位置到叢林区域左 敌方开始往东边推进 而我在这边看到一个在后退的敌人 不过因为画面太过杂乱的关系 连弹道都看不太出来 开了几枪之后便看到他举手走掉了 22秒以后 前方开始有大量敌人的踪击 看起来敌方想要往这边推 仔细看了我的设计弹道 居然一发都没有中 真的要砍掉重链了 在我左侧这边的黑色布幕 过去那边的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行动的 今天被重新开放了 那边可以看到一个裁判 跟一个被树虫挡住的敌人 看起来因为前面那个草丛的关系 对方并没有看到我 上了5发过去之后 成功的击杀了对方 但在那只有5分45秒 敌方就再也没有及时推进了 游戏之间也就这么的结束 好的 第三场正式开始了 这场一开场我就在接近中线的位置 在这边观察敌方的移动状况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好几个人往左侧走了 但因为太远的关系 那几个敌人我完全都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而是在仔细算到底几个人过去了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比较近的敌人 不过因为画面是连射的关系 弹道摄影机根本就拍不出来到底没有打到 有5个往左边走 在回报完以后 我再次进行观察作业 而间隔时间相当的短暂 马上有下一组人马想要穿越左侧 但是这个跑太快的关系 画面看不到之外也真的打不到 不到3秒钟 那个人又出现在掩体外 补了几枪以后还是打不到 所以我刚才就去观察其他地方 然后又转回来 看来已经没有目标可以打了 就在将近1分钟之后 我们的左侧中线完全溃体了 这边能够看到敌方已经进入了中线的部分 然后我一直都打完 可能是每次开枪都不小心晃动到枪身 在这之后基本上都是一面倒的状况了 接下来的时间我几乎都专注在CQB这边 因为他们已经压过来了 这个缝隙后面可以看到有人 但打了4发之后毫无反应 我其实也很好奇这到底算是墙壁 还是可以穿透的障碍物 最后就在我专注在CQB的时候 游戏就这么的结束了 结局似乎是敌方的VIP成功的通过另外一个逃离点 好了第五场准备开始了 第四场被跳过 是因为敌方的VIP用数字把自己给干掉了 那真的是一个相当离奇的事件 第五场的初期 我又加在更前方的位置 就为了观察跟埋伏敌人 怎么知道敌方就是会从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位置出现 但我看着敌方的厕所的时候 敌方突然从右侧出现 因为突如其来的关系 我的设置并没有准备好 开了解发之后便迅速逃离那个位置 走到这个油桶后面之后 我便再次尝试瞄准 不过一开始我因为大幅度移动的关系 我只有看到栅栏键缝隙有动作 然后就立即开枪了 第二轮重新定好设置之后 才终于瞬夜的击杀掉那个敌人 那在位置暴露的现在 我并不打算把时间继续花在这个角度上面 而是观察正南边跟丛林区域的位置 这时我就注意到正南边有敌人存在 但对方只有露出一颗头而已 要打这种没有那么的简单 不过但到大幅度的往左飘走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错愕 就这样子敌人给他跑掉了 这场也下起了不小的雨 弹刀跟射程多少都会被影响 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给我做调整了 短短的这10秒钟 似乎已经有不少敌人穿越南边 这次我定下来仔细瞄准 抓好一个前置点马上连射 成功的抓下了这个快速移动的敌人 这个时候的我终于知道 该怎么抓那些快速移动的目标了 以前总是疯狂去追目标 虽然有抓了前置点 但是怎样都打不下来 现在这个可能才是正确的方法 看着被击杀的敌人往后走之后 圆磨10几秒我又再看到另外一个敌人 他露出了整个上半身 但我的弹道稍微偏上的关系 我还以为并没有打到对方 48秒以后我稍微移动到油桶的前方 没有个几秒钟我就被打到头了 我只好落寞的走会家 等到能够复活已经是2分16秒之后的事情了 复活以后我决定往CQB前进 我的正前方左右车对一个队友 但就在左车队友开枪的时候 一四子弹反弹打到队友身上 真是一个相当离奇的死因啊 那在CQB里面待了2分49秒之后 因为觉得在这边大概也没什么好处 我被慢慢的往中央靠拢 一开始我是直接往正南方的方向去观察 所以你会发现一大堆的油桶在那边 接下来我慢慢扫尸东边的部分 突然间我就看到一个人蹲在豪锅那里 我赶快把G19X收起来 变换成P90 确认目标长线不动之后 我便举起枪赶快瞄准 这是因为前面有一大堆的树叶的关系 我的弹道完全都被遮住了 幸运的是最后是有击杀敌人 接下来2分钟 我为了防守东侧 刻意选在来这个位置 侧着身探头瞄准 不过这个位置正南方其实也是可以攻击过来的 所以我可以说是在做赌注 但我果然是不适合去做赌博的 除了没看到半个敌人之外 还突然间就被人家攻击了 攻击方向应该是开阔战区跟事外CQB的交界处 而这一大达到了面罩上面 今天的脸还漫长被打的 3分45秒之后 我们的东侧已经完全被压进来了 这个时候我尝试从侧面袭击 可以从画面跟声音知道 现在下雨的情况真的是相当的严重 这时我已经缓缓的走到了侧面 当我一踏出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两名敌人 这可以说是大好的机会 然后就在我确认了两名敌人收掉之后 一个往右走 我就被队友TK掉了 应该是我刚刚走到他的火线上面 过来的时候我并没有看这个方向 不过这次的阵亡也代表这场结束了 后续防守失败导致敌方的VIP冲进来了 今天的游戏场地稍微变大了一点 尤其是东车的丛林区域 跟西车的CQB 突然觉得又有更多的路可以走 中央处也找到了不错的位置来做埋伏 就今天来说战果是相当的不错的 只不过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 搞得我实在是不敢趴下去 下雨期间还会有内红点镜片临时的问题 水滴在镜片上头 我真的是完全看不清楚画面 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一些不错的方法呢 好的 那今天的生存影片都没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如果你非常喜欢我制作的影片内容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并把订阅按钮旁边的铃铛给点亮起来 如果想要追踪我的消息 欢迎在影片中心中找到我的社群网站 用力按赞跟追踪下去吧 那么我就期待能够来下一部影片与你相见 我是Noelker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